同学们好 我们这节课呢 来继续学习长方体和正方体 这节课我们所要学习的目标呢 是下边 说第一是理解体积的意义 然后认识常用的体积单位 比如说立方米 立方分米 立方厘米 而且对于体积单位 它大小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表象 我们知道具体我们生活里面 常接触的那些物体呢 它是可以用什么样的单位来表示 第二是建立体积是一立方米 一立方分米 还有一立方厘米 这样的一个空间概念 第三个是掌握长方体 正方体体积计算的公式 理解和掌握体积单位间的进率 那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这节课所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呢 第一是理解体积的意义 认识常用的体积单位 对于体积单位 它的大小形成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表象 第二呢 是指建立体积是一立方米 一立方分米 一立方厘米这样的一个空间概念 然后呢 能够正确的应用体积单位 估算常见的那个物体 它的体积 还有长方体正方体 它的体积计算公式 我们去实际的应用问题 好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一节课具体的内容 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探讨 我们看见给出来这个画片呢 是我们知道的乌鸦要取水喝的问题 乌鸦先看见杯子里边有水 但是它呢 喝不着 它要把很多的小石子加在里边 是水面生起来能喝着 这是我们知道的 乌鸦怎么样喝到水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样能喝到水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呢 为什么 因为加进去之后 它的体积呢 就不断的被石子占据 所以水的升高 那下面我们看 给出来这些实际生活里面接触的物体 洗衣机 还有影碟机 还有手机 那我们看 所有的这些生活里面常遇到的 它都有自己所占的空间的大小 体积啊 一个物体的体积是指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 那它们每一个物体 它所占的空间哪一个大呢 我们来看 物体所占空间的大小叫做物体的体积 那也就是说 看哪个物体占的空间大小 是比较它们体积的大小 那上面的三个物体 哪个体积最大 哪个体积最小呢 我们当然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 洗衣机它占的体积最大 那么手机占的体积最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不同的一个体积 比如下边我们给出来的长方体的体积 那接近很接近的两个物体 如何比较它们体积的一个大小呢 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做到比较呢 下面我们就看 这样的话 一个体积我们不可以用从合的办法 也不可以用其他的一个上下比较啊 或者是补啊 这种办法 那只好用一个统一的体积单位 来把它测量一下 才能有一个准确的正确的标准 计量体积我们要用体积的单位 体积的单位我们经常用的呢 都有立方厘米 立方分米 还有立方米 那用字母来表示的话呢 分别写上的是 CM的立方 还有DM的立方 还有M的立方 那我们来看 对于说一立方厘米到底有多大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看啊 如果棱长是一厘米这样的正方体 它的体积呢 就是一立方厘米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我们要具体一个什么样的表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生活当中对于一立方厘米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比如说 我们一个手指尖的体积那么大 手指尖 像我们手指盖啊 手指盖的面积大约是一 一平方厘米 一平方厘米这么大的面积 对于整个手指尖这个立体呢 它就是大约为一立方厘米 那这就是一个正方体 它大约的一个体积 立方厘米是多少 就是现在我看到了这一小块 这是一画成立方体的形式啊 我们来看 棱长是一分米这样的一个正方体 那它的体积呢 就是一立方分米 那对于一立方分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也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表象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经常生活里边接触到的一立方分米大小的体积 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那个粉底盒 或者是我们经常用到的那个模方 它那个方块的大小 都是接近于一立方分米的 那像这样的啊 一立方分米的大小 这是我们要具体形成一个 它的概念大小 那对于棱长是一米的这个正方体 那它的体积呢 就应该是一立方米 那一立方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大小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表象呢 比如说我们用三根一米长的一个木条 做成一个互乘直角的那个架子 放在墙角里 我们看看一立方米它的体积有多大 用三根一米长的一个木条 做成一个互乘直角的啊 就是这种 为什么用三根简单呢 它跟墙可以凑成一个像正方体似的 所以把它靠在墙这 我们看起来这个虚线化成的 和这个三条木棍啊 接成的 就是一个正方体为多少 一立方米它的大小 就跟我们同学的身高差不多 这样的一个大小 这是一立方米它体积的一个具体概念 那我们看 怎么才能知道一个长方体它的体积是多少 怎么才能知道呢 我们来看 如果把它切成大小相同的一个正方体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哎呀 这个正方体比较特别是切成一个规格标准都一样的 那怎么来做呢 我能不能先把它测量一下 然后再计算出它这个体积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用什么样的方法 长方体所含有的体积单位它的数量啊 就是长方体的体积 就是长方体内所含体积单位的数量 就是你把这个小体 长方体边分成一块一块那个小的那个体积 然后有几个 那就是它长方体的体积 我们看啊 长方体的体积正好等于长称宽称以高的体积 那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长宽高标出来 那长方体的体积等于是 长称以宽称以高 用字母来表示 V表示体积 那么长方体的体积呢 它的长宽高分别用ABC来表示 ABH来表示 就是ABH分别的相乘 根据长方体和正方体的关系啊 我们能不能想出正方体它的体积怎么计算 因为我们知道正方体啊 它的长宽高呢 是相同的 所以呢 我们要求出长方体的体积的话呢 我们把正方体的体积呢 它每一个字母都用A来表示就可以了 那就等于A的立方 因为B和H都等于A 所以呢 正方体的体积V等于A的立方 看 棱长乘棱长乘棱长 这就是三个A相乘 那这三个A呢 也可以写成什么 A的立方 也就是三个A相乘 读住A的立方 表示三个A的连续相乘 那正方体体积公式 一般都写成V等于A的立方 我们来看长方体或者正方体 它底面的面积叫做什么 叫做底面积 底面积是长方体下边底的这个底下这个面积叫底面积 长方体的底面积 正方体呢 它这个底下这个面积叫正方体的底面积 我们看 正方体和正方体它底面积怎么修呢 是用什么 正方体是用正方体的长乘以宽 正方体呢 是用棱长乘以什么 乘以棱长 那正方体的高呢 正方体的体积等于长乘宽乘高 那长乘宽等于什么 底面积 是吧 底面积 长乘以宽 所以呢 长方体的体积还可以写成什么 底面积乘高 是不是 正方体呢 棱长乘棱乘棱乘棱 棱长 两个棱长相乘是它的底面积 用底面积来替换 那我们分别看啊 正方体和长方体它们的体积 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计算呢 就是下面的 长方体或者正方体的体积啊 还可以等于底面积乘高 这个时候它们俩的面积就统一了 它们的体积就统一了 因为它们只要求出各自的底面积 再乘以各自的高 都可以求出长方体或者是正方体 它们的体积 如果用字母S来表示它的底面积 那长方体和正方体 它们的体积公式 就可以写成V等于S乘以H 那下面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给出来这个立体图形啊 它是棱长为一分米的正方体啊 这个正方体 它的体积是多少呢 是一立方分米 那我们现在要求我们想一下 同学们想什么呢 说它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厘米呢 那它的体积是多少呢 那么体积有什么样的求法呢 体积是不是对于正方体啊 是棱长乘棱长再乘棱长 也就是V等于A的立方 那还可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求呢 还可以用它的底面积乘以高 底面积是多少呢 棱长乘棱长 然后再乘以高 那么什么时候用它的底面积和高相乘 来求体积 什么时候用它的棱长呢 根据实际题目给出来的已知条件 如果它只给了底面积和它的高的话 我们就用底面积成高 给了棱长 我们可以直接用棱长它的立方来求 这是正方体 长方体呢 就是更要简洁一些 只要有底面积和高 直接求就行了 那我们来看 它的体积是多少立方厘米 如果把它看成棱长 看作是十厘米的话 它可以切成多少 可以切成一千块 一立方厘米的小正方体 也就是说呀 我们把这个一立方分米 它这个体积的小正方体 给它分别切成 体积为一立方厘米的这样的小块 一共可以分分分分 切成多少 一千个 那这样的话 一千个一立方厘米的小正方体 在这里 我们看画出来是什么样的 这样的 就是它的横的竖的 都给它分成什么 十的 你看一分米等于多少 十厘米 那就分成十 这个这边宽也是分成十 分别价 切切切切切 切出来多少块 一千块 那这样的一千块 就是一千个一立方厘米 那它的底面积是多少呢 底面积是一平方分米 一平方分米 就是一百平方厘米 一百平方厘米 是等于一百乘以十 一共是多少 一千平方 一千立方厘米 就是底面积乘以高 这个一百是什么 一百是它底面积 高是多少 是十 十啥 十厘米 所以用它的底面积乘以高 就是一千立方厘米 也就是说呀 我们可以从直观上看 把它分割成 切成的是一千块 小的一立方厘米 这样的小块 那通过计算 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来 它一共是一千立方厘米 这是我们求数 根据它的底面积和高 求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看这是啊 十乘以十再乘以十 等于一千立方厘米 所以一立方厘米 它等于多少 一千立方厘米 那这样我们再看 因为一米等于十分米 那所以呢 一立方厘米 它等于多少 等于一米乘以一米 再乘以一米 那还等于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还等于十分米乘以十分米 再乘以十分米 等于多少 一千立方厘米 所以说这是一立方米 等于一立 一千立方分米 那我们这样呢 我们根据长度面积体积 相邻两个单位之间 它们的净率 我们就可以列出来 这样的下面的一个表 这个表呢 我们首先看 对于长度 是米分米和厘米 它的面积呢 是平方米平方分米和平方厘米 体积呢 是立方米立方分米和立方厘米 那相邻的两个单位之间 它净率 对于长度来讲 就是正方体和长方体 它们的长度来讲 它们的净率呢 是十 那对于它们的面积来讲呢 净率是一百 那它们的体积之间的净率呢 是一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对于长方体 正方体 它们的边长啊 分别用米分米和厘米 来表示的时候 那相邻的两个面 两个单位之间 比方说厘米和分米之间 它们的净率是十 分米和米呢 它们之间的净率是十 那对于表示面积的时候 平方厘米和平方分米呢 它们之间的净率是一百 平方分米和平方米呢 之间的净率也是一百 那对于它们用立方厘米 立方分米和立方米 表示它们体积的时候 体积之间相邻的两个单位 体积单位之间的净率是一千 也就是立方厘米和立方分米 它们之间的净率呢 是一千 立方分米和立方米呢 它们之间的净率也是一千 这是对于长度面积体积 它们相邻的两个单位之间 它的净率的一个关系 下面我们来看 说3.8立方米 是多少立方分米 我们要想看 它是多少立方分米呢 就要知道立方分米和立方米 它们之间的一个净率 那对于立体图形 也就是它们的体积之间的净率 相邻的两个单位 是一千的净率 所以呢 立方米是大的单位名数 立方分米是小的单位名数 大的呢 划成小的 要乘以它们的净率 也就用3.8乘以一千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 一立方米等于一千立方分米 所以呢 0.8立方米就等于 八百立方分米 再加上原来那个三立方分米 所以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三千八百 立方分米 为什么说加上那个三立方 三立方米啊 三立方米是多少 三要乘以一千等于三千 三千再加上这个八百 等于多少 三千八百 一定要注意啊 它前面先算的0.8等于这些 但是这个一这个呢 它们俩要加在一起 一立方米 一立方米等于一千立方分米 那三立方米呢 就等于三千立方分米 这个下面的步骤我们要知道啊 三立方米加上 0.8立方米 等于三千立方分米 加上八百立方分米 等于多少 三千八百立方分米 下面再来看 说三千四百立方 厘米是多少 立方分米 这是低级的单位名书 化成高级的单位名书 它们之间呢 因为是体积单位 净率还是一千 那低级的化成高级的 肯定要什么 要乎以一千 也就是说呀 两千四百立方分米里边 立方厘米是等于多少 立方分米 那我们看 两千立方厘米 它等于多少 两立方分米 两千立方厘米 等于两立方分米 那么四百立方厘米 等于多少 0.4立方分米 所以加在一起 是2.4立方分米 那下面我们看出 一个包装盒 说这个牛奶包装箱 它的体积是多少 要求的是体积 我们学习的这一节课里边 对于一个体积啊 有长方形的 或者正方形的一个计算 长方形的体积呢 等于长乘以宽乘以高 那么正方形的体积 等于边长乘边长乘边长 也就是棱长的立方 那我们看那箱子上的尺寸 它的每一个棱长呢 是不同的 是一个长方形 所以长方形呢 就根据它长方形的体积 来去计算 长方形的体积公式是 V等于ADH 那就是长宽高分别相乘 计算得结果是 6万立方厘米 是6万 所以说呢 6万立方厘米 它现在求的是什么 它的体积 体积可以给它改一下 等于多少地方分米 多少立方米 把它改写一下 因为它们之间的净率啊 是1000 所以呢 这个6万立方厘米 等于多少 等于60立方分米 等于多少立方米呢 等于0.06立方米 下面我们来看立体 这道立体说呀 一个正方体 它的棱长之和是72厘米 那问的是 这个正方体 它的体积是多少 那求体积 而且是正方体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正方体 它的一个棱长 那正方体的棱长 它给的没有 直接给数字呢 没有 而是说正方体 它所有的棱长的核 那知道所有的核 还知道有几条棱长 是不是可以求出 一条的棱长呢 一条的求出来 再用一条的立方 也就是用A乘A再乘A 可以计算出 这个正方体的体积 这是我们下面 知道的这个思路 那把这个思路 列成一个解析的算式 我们得出来的是 先求它的一个棱长 棱长求出来 棱长乘棱长 再长棱长 咱们多少 216立方厘米 所以答正方体的体积是 216立方厘米 我们填在横线上 就可以了 下面我看第二个例题 第二个例题也是 把一根长 60厘米的长方体木料 沿长体 沿着它的长 平均呢 给锯成三段 之后呢 它们的表面 就增加了60平方厘米 那问这个长方体 它的体积 是多少立方厘米 那问这个长方体 它的体积 是多少立方厘米 我们首先看这个题目 给出来的是什么 是一个长方体的木料 木料呢 是原来很长啊 多长呢 60厘米长 60厘米长呢 平均给它结成三段 结成三段呢 就是把60分成三份 那一份长是多少了 一份的长就是20了 就是60除以3 那这样的话呢 它表面积增加了60平方厘米 表面积为什么增加呢 因为每截开一段的话 它就增加两个表面积 增加两个头 就是那个长方体啊 木料的两头 那个长的那个面积 它就增加了两 切在一个就又露出两面 那再聚成一份之后呢 又露出两面 那把这一根木头 聚成三段 一共聚了几次呢 聚了两次 聚一次就多出来两个面 聚两次呢 多出来的是四个面 多出来四个面 这个表面积 才增加了60平方厘米 那么我们看 这样的话 从这里边增加了60平方厘米 我们可以求出这个木料的底面积是多少 对不对 因为它增加了四个底面积 它增加了60平方厘米 那么我们现在看啊 那一个底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呢 求出它的底面积 还知道这个长方体木料它的长 也就是它的高 底面积称高 是不是这个长方体它的体积呢 所以我们这个体别的关键 是要分析出来 它为什么切成三段后 表面积增加了60平方厘米 那么这60平方厘米 是哪里出现的 是锯成三段之后 多出来了四个底面积 锯成一段露出了两片 又锯成一段又露出来两片 那两片是什么 是它底面积那个面相同的面 所以一共增加了四个 那我们现在算 四个一共是60平方厘米 四个底面积的面积 那一个是多少呢 除以四 那除以四是一个底面积的面积 再乘以它这个木料的长 也就是它的高 等于算是体积 最后计算出来结果是 900立方厘米 所以答这根木料 原来的体积是900立方厘米 这道题是考察呀 我们对于一个体积 长方体的体积公式的掌握 更要我们灵活运用 我们生活的常识去判断 对于一个物体 它截断了之后 截成几节 为什么会多出来这个面积 要根据实际情况 会分析是因为它的底面积增加了 使它的表面积增加了 底面 也是它表面积露出来 是它底面积相同 那个面积多出来的 露出来的 所以填在横线上是900立方厘米 好 下面我们再看例题三 这道例题是说呀 求下面图形它的表面积和体积 那求表面积我们知道啊 对于长方体和立方体 它的表面积呢 有不同的计算公式 那它的体积呢 也是不同 那这道题就是考察 我们对于长方体和立方体 它的表面积公式 和体积公式的一个掌握成运用程度 我们来看 长方体的表面积公式是什么 长乘宽加上 长乘高再加上宽乘以高 括号再乘以二 体积公式呢 是长乘宽乘以高 那正方体的表面积公式呢 是六乘以A的平方 也就是它的什么 冷场乘冷场 它的体积公式呢 是冷场的三个冷场相乘 也就是立方 带入这些数据里面呢 就可以直接求解 那我们来这道题呢 看根据这计算得出来的 长方体第一道题 它的表面积是多少呢 通过计算 164平方米 那它的体积呢 是120立方米 所以达长方体的表面积 是164平方米 它的体积是120立方米 那我们同样也通过公式 来计算一下 这个正方体 它的表面积和体积 然后我们分别给它 写上解答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呢 把这节课所写的内容呢 做一个归纳和整理 我们对于关于体积 体积的概念是 物体所占 空间的大小 叫做物体的体积 那么体积常用的单位 有哪些呢 有立方厘米 立方分米和立方米 用字母来表示 可以写成Cm的立方 还有Dm的立方 m的立方 那我们对于长方体 它的体积的计算公式 等于什么 长乘以宽乘以高 等用字母来表示 是V等于ADH 那正方体呢 它的体积等于 能长乘以能长 再乘以能长 用字母来表示 是V等于A乘以A 再乘以A 长方体 或者是正方体 它们的体积呢 还等于什么呢 另一种方法来计算 是底面积乘以高 那如果用字母S 来表示底面积的话 它的公式 可以分别表示成为 同样可以表示成为 是V等于S乘以H 这是长方体和立方体 好 那这一节课呢 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 再见